小时候大家班上是不是有那种 老是喜欢吃别人便当 或是拿人家比的同学呢 大家忍无可忍的时候 通常就不跟他玩 分组也不找他 但少了这个人 他的工作就要大家分摊 他本来要出的钱 也得要大家share掉 那这个杯葛可以改变同学的行为吗 今天我们就想来谈谈 当你面对的事 从来就没有把人权 放在眼里的集权国家 在那边喊 你不尊重人权 我就要抵制你 真的有用吗 大家好我是范茄肥 欢迎收看范茄的today看世界 最近被国际间喊抵制的国家 就是中国 而且大家不是直直喊喊而已 美国在6号正式宣布 中国在新疆犯下那么多 违反人权的罪行 迫害香港异议分子 再加上最近连彭帅在哪都不知道 这时还派官方的代表团 参加冬奥 就是在漠视这些行为 所以美国官员都不会出席北京冬奥 不过政治归政治 美国代表队的运动员教练 还是可以参赛 这就让运动员跟一堆赞助商松了一口气 辛苦训练了半天不能上场 真的很伤 对于奥运合作伙伴跟赞助商来说 中国可是个价值约1100亿美金的大市场 运动员要是不能穿赞助商的球衣球鞋上场 那就亏惨了 中国办所有国际赛事都是有高度的政治目标 就是让全球看到中国有多大多强 美国这样表态打脸 中国外交部马上暴怒回应 美国会付出代价的 就大骂美国搞冷战思维 想要复制1980年煽动盟国抵制莫斯科奥运 当时在冷战期间各国一呼百应 66个国家一起抵制莫斯科奥运 美国加拿大日本甚至是中国都没有派任何运动员跟官方代表 但有些参与联合抵制的国家是采取外交抵制 整体来说参加运动员数量都比往年少 俄罗斯是趋予强权 在苏联国家里他是老大 但当时俄国经济规模不大 但现在这么多国家都要跟中国做生意 大家态度就显得很暧昧 英国加拿大说又在考虑 欧盟就要成员国自己决定 亚洲的日本南韩都在观望当中 纽西兰虽然在美国之后也宣布 不派部长级的代表出席 但强调是怕疫情严重啦 不过最近被大家孤立的不只是中国 还有上周末举行的F1大奖赛的沙烏地阿拉伯 F1赛事是国际赛车总会旗下最高级别的赛车比赛 只有全球最顶尖的20位车手才能够参加 沙国当局也是准备了半天 在第二大城吉达就规划全新的赛道 还请来小贾演唱 希望把气氛搞得很嗨 结果从赛事本身到小贾的表演 都有人呼吁抵制 F1赛车手汉米尔敦在前一战卡达 就批评沙国迫害同志族群 还说要是可以的话 他超不想去沙国比赛的 小贾则被骂 不要为了钱替独裁者表演 2018年被沙国虐杀了华油专栏作家哈绍吉的未婚妻 还特别写了公开信就呼吁小贾要用个人的影响力 是分散年轻人对当局打压人权的注意力 极权国家透过举办国际大型的运动赛事 提升正面形象的情况 就叫做运动洗白 很多人可能会想 独裁臭名有这么容易洗吗 其实真的蛮容易的 像这一次沙国的F1赛事举办之后 不少人都说沙国很开明 又可以喝酒 办的活动奢华 又有异国风情等等 总之跟媒体里面形容的这个极权形象差很多 因为运动洗白效果不错嘛 所以除了办赛事 许多极权国家还喜欢买球队拼转拨拳 像是沙国主权基金在10月的时候 就以3亿英镑变成英超球队 牛卡索联足球俱乐部的大金主 那体育政策专家查维克就指出 用体育赛事打造国际形象快又有效 未来势必成为人权问题大国的行销手段 所以不少民主国家就认为 你想要用体育赛事来打造形象 那我就用抵制赛事的方法 来逼你守规矩尊重人权 但这真的有用吗 从过去的例子来看 如果想要透过这种方式 让极权大国变成人权大国 是没可能的事啦 1936年抵制完纳粹奥运 纳粹德国之后还不是屠杀犹太人 美国这一次抵制北京东奥 也只是激怒中国 可能导致未来美中在一些议题上 更难取得进展 不过德国科隆体育大学的专家 米塔格就告诉德国之声 虽然外交抵制看起来很弱 但人多力量大 多个国家联合抵制的确是 可能让主办国内外宣都做不起来 他以2012年的欧洲杯为例 共同主办的乌克兰 因为拘禁虐待政治犯寂寞深刻 所以欧盟委员会成员跟各国的领导人 就拒绝出席由乌克兰邀约的比赛 让乌克兰还没面子 很多民众也说 依政府为耻 间接就助长了国内的民主声浪 有的人认为外交抵制没什么意义 但曾经办过沿湖城东奥的 美国参议员罗敏尼说 奥运不只是主办国展现自己的场子 也是各国展现价值观的场合 还不如趁这个机会出席宣扬民主理念 主办国也不敢哪里怎么样 像是俄罗斯在2013年通过反同志宣传法 禁止向未成年人宣传同性恋关系 隔年欧巴马派出代表团里面就有两名同志运动员 体育专栏专家也指出 现在的运动员发声管道变多 其实由运动员个人宣扬理念法更有效 他也认为不能等到极权大国办活动了 才说要抵制 而是要从临选主办国的时候 就要把人权记录有问题的国家排除在外 让这些国家却担心永远没机会办活动大外宣 才能起到贺阻的作用 老实说我看这些民主国家我还真的觉得很没用 你提出的抵制方式都是要大家一起狠下心去做才会有用 但各国各有各的算盘 什么抵制都做半套 有做没做真的没什么差别 但我也觉得这是因为全世界正在从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走向一个民主跟集权二元化的世界 现在还在拉扯 但如果二元化的世界真的成为主流 民主国家不可能不选边站 当一个国家意识到你再不出众手 连你自家的民主人权都守不住的时候 他就会着急了 你如果喜欢这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了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中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泛选TODAY看世界 Tenewin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也见